南韩大事女团Blackpink 18、19日于台湾高雄市运主场馆开场 吸引4.5万名Blink到场朝圣 可见Blackpink的魅力之大 而Blackpink也曾传出有第五位成员 在音乐纪录片Blackpink Light Up The Sky 播出后第五位成员更一度引发热议 纪录片中成员们提及出道前的血泪史 接着网上便流传一张Blackpink成员 Jenny、Jisoo、Lisa、Rose极限为G Idol主场 曹维俊等5人的合照 根据韩媒报道 起初公司制定团体企划时 共有9名预备成员 而曹维俊在经过每个月严酷的评选后 一度杀进出道位 但之后据传因恋爱而被迫离开公司 不过真相为YG老板当初 把Blackpink定为9人女子团体 但后来计划改变才决议 先让4位成员出道 曹维俊则另有发展 在Blackpink出道后 网上流传的5人合照中 可见长相温柔甜美的曹维俊 虽与主打Girlcratch的Blackpink形象不大相同 但5人站在一起 却一点也不突兀 而她也曾在金星英的正午希望曲中 透露当初觉得出道无望才离开YG 离开公司的曹维俊 为提升自己的能力 便进入音乐学校 学习作词作曲 后来参加Cube的面试 凭着优秀的唱功 顺利与田小娟 叶书华 宋雨琪 及迷你组成 G Idol出道 在团体当中 与迷你共同担任双主唱 成团至今 她已发行过 Solo迷你专辑 还曾演出 韩剧成员练习声 更担任音乐节目主持人 堪称全方位女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京成员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